这是浪潮信息的王德奎 然后非常感谢Corecoin给我们这次技术分享的机会 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是 基于K8S和Rawkey V2去构建 大规模AI训练机群的一些实践 本次Topic是由我和我的同事共同来完成的 我这边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 AI机群去使用这种RDMA网络和Rawkey网络的一些背景 还有我们在实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第二部分是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我们基于K8S去构建Rawkey V2的网络集群的一些方案 第三部分是我们的一些方案测试 这里列了一些大规模AI训练基础测试 面临的一些网络问题 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AI训练里 其实主要面临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种显存墙的问题 还是这种算力墙的问题 显存墙就是说 你需要有足够的显存去加载这个模型 然后能够让这个任务能够跑起来 然后算力墙就是说 你需要让这个任务跑得足够快 然后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 把这个任务跑完 交付给业务去做推理使用 但是其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都需要去通过增加节点来去解决 这里其实隐藏着一个问题 就是说就是网络问题 就是说都需要一种这种高速网络 去来实现这种多机互联 第二个问题是多打一的问题 多打一的问题其实在AI训练里也是比较常见的 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有几个吧 一个是这种交换机策略的导致的 可能说是你的上层的交换机 会把流量会同时导到一个力浮交换机上去 那这样这时候可能会出现拥塞 还有就是说你的多个任务的rank0 它可能在一个交换机下 或者是在一个主机下 那当其他的rank去给它同步T2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是会出现 可能会出现拥塞的 还有可能就是说你这个本来的任务 就需要高带宽 但是你的这个基础设施是达不到这个能力的 据有些数据统计 就是说如果你的对于RDMA网络 你如果是有一个0.01的丢包率 其实你的T2就会降为0 所以我们是需要构建一个无损的网络的 第三方面我们知道 就是说RDMA的功能 其实可以基于多种协议去实现 像常用的这种IB网络协议和Rockey网络协议 但其实说它的通信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种基础设施层或者是平台层 是需要去屏蔽这种差异的 第四个问题是这种GPU服务器搭载多张GPU卡 以及多张高性能网卡导致的 前些年我们在交付客户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GPU服务器通常都是 只有一张高性能网卡 或者根本就没有高性能网卡 但是随着这些年 尤其是现在大模型 它需要至少两张四张甚至八张的GPU高性能网卡 这其实给这种资源调度和多期间的这种网络通信 都带来一些挑战 熟悉RDMA网络的大家都能知道 它其实是一种Kernel Bypass的 然后是零拷贝的 不需要Kernel和CPU的参与 数据的解剥和风包 其实是由这种硬件的网卡去完成的 这其实是带来了这种高带宽低视野的特性 我们之前在测试Rocket网络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如果说是我们是用这种以太网的模式 去测试Rocket网络的最大带宽 通常需要绑定至少十个CPU 才能测试出来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使用RDMA网络的方式 其实这种CPU利用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实现具有RDMA功能的协议 有IB、Rocket还有这种iWARF RB的话它是一种比较常用的 是一照完整的链路层道传送层的规范 但是它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它其实是没法复用以右的以太网设备的 你可能是需要购买全部的RB设备 包括交换机、线缆、还有网卡 Rocket它是基于以太网的 它的最大优势应该就是说是 其实是可以去服用以右的以太网的设备 其中Rocket V2它是基于UDP来实现的 RWARF协议它其实是由于它是基于TCP实验的 它可能会消费更多的资源 在AI群里面其实不太常用的 大家看右边这个图 罗累了一下IB和Rocket的一些对比 除了关注几个点 一个是端端端端实验 其实Rocket V2是会稍微多一些的 第二个是这种流控机制 流控机制的话 其实IB的话它是基于自信任机制去做流控的 也就是说发送方和接收方 那你其实是需要互相确认 你有足够的buffer 那我才去发送这个数据的 所以它天然是具有这种流控特性的 像Rocket V2的话 那你又需要使用这种PFC和ECN 还有D-Securing这种常用的流控措施去做 还有就是这种网络配置 IP的话基于是零配置 当然如果说是你想用一些高级的功能的话 那可能你需要去购买一些这种UFM的这种软件 像Rocket V2的话 可能它的手工配置会比较多一些 这里是AR训练对高速网络的需求 其实我们都知道 数据并行它其实是你本地的GPU 它其实会完成局部梯度的计算之后 然后再通过高速网络去做同步 这其实是会消耗大量的这种传输带宽的 像现在比较火的这种大模型的3D并行 其实它不仅仅在梯度同步的时候需要带宽 它在这种前向基寸和后向基寸的时候 也需要比较大的带宽 像下面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128张的 128台节点去跑 3D并行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种节点间并行 就需要12GB的带宽 然后节点间数据并行的话 可能要需要27.4GB 这其实是需要意味着 你至少需要有3张100G的高性能网卡来支持 然后IBI网络构建AI训练集群 其实是一种比较常用 而且是比较简易用的 比较容易运维的一个方式 因为IBI它是基于这种OpenSM和LRD去做寻止和通信的 所以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网络软件的一些配置 我们在基于K8S和IBI构建AI训练的时候 其实只需要解决这种原数据交换的问题 这个原数据交换就是说是 我的发送方和数据接收方 能够知道对方的这种设备信息 然后去做交互 然后这个方案一呢 其实说应该是我们 目前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说我们直接把ABICA全都挂在给铺的就可以了 然后交给框架或者是底层的通信加速库去做识别 然后去选择你使用的ABICA 方案二的话是基于这种SRV的方式 之前也见过有不少同学做过相似的分享 其实这种方式可能说是会比这种 第一个方案一会稍微复杂一些 如果说是你想用于虚运机场景 或者是想去做这种带宽流量的控制 或者带宽的售卖 基于SRV的方式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这里说一下这种 流控的构建无损委赛网 这其实只是主要针对的这种Rocky网络 Rocky网络其实现在主要的 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说是基于这种 PFC加ECN的方式 PFC的话它其实说 就是说是如果我的交换机设备 检测到这种拥塞了 那我会去发送一个POSE针到上游设备 然后通知你不要发送这个数据了 然后ECN的话 它其实是在这种数据包的那种包纹里面 增加了一个ECN的标识位 然后如果说是包纹里出现了这种拥塞 它会通知原服务去降低这个发送速率 当然这是说的交换机测的控制 其实在主机测 容器测也需要做一些配置 例如说你要告诉我的数据 需要走正确的优先级对列 还有告诉我我的数据包纹里面 需要带上这个ECN的标识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种GPU资源碎片化 这也是我们在适配RAWKV2这种网络的时候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其实在对于AR平台 它的调度去都会避免去出现这种资源碎片化的问题 因为通常情况下 AR平台我们也不会去限制这种算法人员 去如何去使用GPU资源 你可以使用单张GPU卡 两张单机多卡 或者是基于GPU显存算力 GPUMIG实力 还有GPU这种复用的场景都是可以的 我们不会做任何限制 但是说经过这种调度器的 尽量地去避免这种资源碎片化 我们会去采用这种白色费的算法 就尽量去优先使用一个交换机下面的资源 一个是主机下面的 一个GPU卡的资源 但是其实经过多轮次的这种GPU资源分配之后 其实最终还会出现这种GPU资源的碎片化 也就是说在群视图来看 其实它就是说这种无序化的 就参考这张图 就是这种蓝色的可能是这种空闲的 在每个节点上它可能是属于不同的牛妈组 它关联的高性能网卡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知道在GPU跨节点通信的时候 它其实是基于这种有马亲和性去选择高性能网卡的 这时候就是说如果我的一个多机任务 它选择了属于不同子网的高性能网卡 它其实是走不通的 所以我们的平台也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二部分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方案 这是一个方案的软件架构 其实这也应该是一个大部分的AI平台都有的架构 基于K8S去做一层业务任务的管理 资源管理运维 然后会有一个AI的调度器 然后还会基于这种K8S 有的这种Device Plying机制 去做各种异构资源的适配 这里我们其实是就是把Rocky网卡 做了这种虚拟化 把这种VF资源当作一种K8S资源 去做参与了调度 这里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这种 使用一类K8S资源 去表示多类VF网卡的功能 因为我们在这个参考社区的用法 其实说是我们通常是会把一类VF资源 当作一种资源去使用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种任务创建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它会被调到哪个交换机下面 也不知道它会被调到哪 调到哪一个节点下面 这其实就出现问题 我指定的VF资源和我最终使用的不一致 这样会导致我的业务管理会稍微比较复杂一些 因此我们把这种VF资源的指定 由创建侧下沉到这种资源分配侧的时候 去做自动的识别 就是说你的任务调度到哪个节点 调度到哪个力付上面去 我去做自动的识别 让你加载给你去使用 另外我们还会做这种Rockey网卡 这种PF和VF的这种流量监控 然后网卡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也还会去做些任务的容错 网络管理这块我们还是使用这种Calic网络 去固定这个业务网络 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 原数据交换网络 将这种VF作为这种RDMA网络 去给训练任务去使用 另外刚才说到了这种跨子网 我们其实还会做这种跨子网通信的一些管理 还有一些路由策略的一些管理 当然为了满足刚才说的这些功能 我们对这种开源设计的这种SRVDeveloping 然后还有MatiCNR都进行了加强 去支持这种多VF的支持 还有这种异常PF网卡的监测 训练任务管理 这应该是一个AI平台的基础能力 主要包括这种四部分 然后框架支持 任务管理和资源调度 还有任务运维 最具Rockey相关的其实是在后面 像这种任务管理和资源调度 任务运维这一块 这里其实有一个资源分组的能力 其实我们是可以支持到 同时去管理这种RB集群和Rockey集群的 当然我们知道 你一个任务是不可能去同时 使用RB网络和Rockey网络的 因为你在交换机层面是不通的 所以会有一种资源分组 然后参数风筒这一块 其实是说我们前级遇到的客户 他其实是说 他不知道我们用的极限网络是Rockey 所以他就去提交任务 但是他其实走不通的 因为在使用Rockey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殊的配置 算法人员如果不知道的话 他其实是跑不起来的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配数 都下沉到平台层去做封装 另外像这种数据及节点缓存 然后还有checkpoint的持久化 应该也是一个通用能力 资源调度的层面 其实我们还是说 依赖于这种K8SU的这种节点预选 游击优选的机制 增加了这种Rockey网卡的一些支持 然后AI软件的适配 其实应该是我们云原生 去跑AI做的最多的事情 这里主要是一些像Niko加速库的一些配置 像任务认为这块我们会增加在Rockey的支持 RockeyV2的物理网络架构 其实这个物理网络特殊图 其实说是不管是你使用RB网络 还是说是使用Rockey网络 都会采用这种Spanleaf 或者是FetorTree的这种Cloud的网络架构 然后同时支持这种交换机的横向扩展 来满足你的机群规模的不断增加 但是对于Rockey的话 其实我们会把这种Rockey网卡 划分到不同的VLAN里面去 这里其实说一点 其实我们会让容器去使用这种物理的Rockey网络 我们会在这种交换机上去配 去给容器分配Rockey子网 然后还有网关 还有一些路由都会做配置 因为我们会有这些配置 所以我们会在一个训练任务启动的时候 都会加一个InitContainer 然后去做这种规则的注入 这里是我们在Spanleaf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前面说我们会用这种容器网络 那种容器去使用这种物理网络 其实我们Tikers用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很多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在任务 有时候会启动不起来 然后通信建立不起来 后来我们分析其实容器它是快速启动的 但是说你虚拟极物理极 它是分钟级的启动 而且它会有一种机制 去与这种交换机层去建立联系 把自己的IP和Mac上报到这种交换机 但是容器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因为它启动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机制去和交换机交互 所以就是说我们容器启动之后 训练任务立马启动 但是交换机上 它其实没有这种路由表的信息的 所以我们会增加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去调整交换机的一些 Apple表现的一些老化时间 还有容量配置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最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是参考这种虚拟极和物理极的 启动行为 去做一个模拟 我们在POD启动的时候 会主动地去访问你的交换机的网关 主动去上报你的IP和Mac地址的信息 当然这其实可能还不是太够的 我们还会做一些这种网络连通性的检测 就是说在训练任务启动之前 我要确保多机之间的Rocky网络和夜网络 都是互通的 能够保证这种训练任务的成功 这里是我们经过多个多家客户的交付 总结出来的 其实如果说我们如果是使用Rocky网络的话 需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任意的VF之间都需要能够点对点通信 这里以Note1为例的话 其实就是说是我Note1上的Rocky1网卡的VF 它需要和机器中任意的任意交换机下 任意节点的任意VF能通信才可以 这里是列了一些我们在视频中遇到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算是一些坑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这种GPU节点开启SRV虚拟化的时候 它其实会导致GPU的P2P通信的实验增高 带宽降低 如果是使用Niko去通信的时候 它会超时很严重 然后任务就会失败 其实会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配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说 这个Rocky网卡的SRV虚拟化 它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使用的这种共享的方式 但是说是你如果想去做这种带宽的售卖 那可能需要做些配置 但其实我们认为在AR里面 其实这个VF是需要去共享的 因为你用的时候 那如果一个人用 那就用百分之百的流量 如果两个人用 那我就是各百分之五十 其实这种默认的特律就是满足需求的 第三个是这种基于MacVLAN的方案 当时我们也试过这种 因为这种方案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MacVLAN它会基于这种 在这个物理的网口上去生成子接口 这其实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Rocky通信的时候会用一个GRD Index的值 如果用MacVLAN的话 它其实不停地增长不停地地增 那这样的导致我们去取作机任务的时候 它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GRD Index到底是多少 然后你的任务其实也是没法正常运行的 还有就是说容器内它其实是可以识别到所有的PF和VF的 那其实Niko它其实不知道会有哪一个 它会选这种up的 它说如果有多的话它可有可能会选错 这里的选错是什么 说我给你分配了两个VF 你其实只能用这两个VF 因为我的容器里面是给你这两个VF准备好了这种网络的软件站 你如果选用其他的 那其实是没法跑成功的 最后一个是这种Rock网卡最大VF数量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些客户他想用GPUMIG加VF去跑测试 当然MIG一开大家都知道 它一个节点上可能会有100多个这种 100多个或780个的这个MIG实力 那其实这个VF数量就不够了 我们看它的ReleaseNode 它的驱动的ReleaseNode 其实它是可以支持128个VF的 但是说在Rocker场景的话 由于受限于这个Rocker流表的限制 而且我们需要给Rocker去配IP 其实最大只能配56个VF 最后是这种大模型的支持方案 前面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是采用RS-RV的方式 去满足这种GPU资源碎片化的场景 但是其实在大模型的训练 微调还是推理 其实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节点的GPU资源 其实是会被独占的 其实不需要GPU资源的联合分配 所以之内这种特殊场景 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方案 我们还是会使用这种 Kellic做原数据的交换网络 然后呢 但是说我们不会去使用主机网络 去跑这个任务 因为我们是基于Keeper Flow去做任务管理的 Keeper Flow的好多组件 它其实是不支持主机网络的 这里我们就会把这种采用一种机制 会把这种物理的Rocker网卡 直接透传到这个容器里面去使用 但是呢 你的业务网络还是使用Kellic的子网 为了支持这个 我们又把这个Mati-CNI和SROVDevice 增加了这种Rocker网卡的支持 基于这种方案的话 其实大模型的话 它可以会充分地利用这种NIC的通信优化特性 在这种PXN这种 因为像这种NIC的官方 其实它对这种NIC加速库的优化之类的 还其实主要是针对这种物理级场景的 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一些方案测试 多机多卡的话 其实我们这里是小规模地做了一下测试 因为客户的话 他可能说是不会开放给我们 更多的机器去测试的 然后两级电的话 我们可以会达到 两级16卡 我们会达到这种15.07卡的效果 三级24卡 我们可以达到22.69的效果 其实加速比达到94%左右 然后我们由于是在这种 这个容器内 在泡转内增加了一些这种网络规则 所以我们做了一下这种 加规则和不加规则的一些 带宽和实验的测试 我们在容器内做的这个打流带宽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这个实验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我们在物理机上做了这种对比 就是我配这个网络规则 还有不配 你去跨网站通信 还有不跨网站通信 都去做了对比 这个带宽和实验都是OK的 这个是实验的测试 下面有请我们同事给我讲一下 大家下午好 我叫王超 感谢德国老师同事的分享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 这个人工智能开发平台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 其实基于咱们开源社区的一些 Cubeflow 还有我们自演的一些组件 然后加上看到还德老师提交的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 Rocca Ib网络这样一些插件 以及调脱策略集成这样一个开发平台 而且最开始我们是面向深度学习 尤其今天大家都比较了解 AIGC AGI现在特别的爆火 包括这ChadGPT GPT4 而且这种大模型训练 需要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开发平台 包括这种训练加部署这样一个平台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都集中在一些什么 预训练 还有比如说增量训练 还有包括Fantune 但是将来这个肯定会 这个落地我们是肯定也是意见到的 将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落地到这样一个平台上 也包括这种训练的 包括这种推理的部署平台 其实我们浪潮也是 因为我们是专门做这种I纪录设施的 其实我们包括自己 也包括客户 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平台的 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运用 以及自己的一些应用 我们在做自己的大模型实践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问题 比如是包括这种 因为我们之前也训练过牵引模型 在这个平台上 同时也包括我们的算法人员 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部署 因为当时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训练模型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包括这种树枪和GPU如何去互联 然后包括这种PV级数据 怎么去获取 怎么去使用 包括在这个AI平台上去 同时在正常 如果你部署起来之后 这种牵卡性能的一些优化 然后包括这种GPU失效 网卡失效 我们也同时预见 比如说因为NV加的卡 也是不靠谱的 经常会有一些卡掉了 或者经常有些卡失效 或者比如说节点失效 这东西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避免 怎么去把这种大模型训练 给它remake起来 或者是给它resume起来 这都是一些 我们期待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同时在一些客户场景中实现的 我们也包括这种 看到这种 比如它具体使用中 也出现这种酷的失效的 Nego通行性能低 还有比如说看到我们 这位老师介绍的这种 Rocket网络用不起来 不稳定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 Rocket网络使用 因为现在IB大家都知道 共会比较紧张 很多人都抢不到 Rocket网络现在这个方案 大家也比较火 而且很多都已经 比如说某些金融客户 或者某些国产化的一些需求 对Rocket网络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他们也是需要这样一方面的经验 还有整个的一个分布式 环境部署比较复杂 因为其实 因为我们做这种平台的时候 很多年前就已经遇到这种 分布式这种大规模怎么去做 但是那个时候 也没有那种大模型 也其实分布式 大家都很简单 你就几卡 8卡 16卡 32卡 就跑起来了 但是现在这种基本上都是 上十几点 上百几点去跑这种事情 但是一旦配置起来 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网络 包括GPU 包括互联 包括数据使用 包括调度性能 包括一些 看到我们也提到这种容错 包括这种 还有比如说断点续续这种问题 一下都会暴露出来 以前这点少 但是量一上去了 就产生质的问题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 真正在做大训练 没有能行的一些公司 比如像Meta 或者OpenAI 经常会遇见这种 比如说包括硬件的 软件的 各种问题 也经常会照这种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图 可以看到 就是经常会出现一种断点 它不会持续的一种 做到一个训练 但是这种经验呢 其实也是我们想 通过我们自身 通过客户 然后把这个东西 集成到我们这个平台 集成到这个调度系统中 整个这样一个 包括我们的一个平台 包括我们的经验 可以集成进去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基于这么多年的 一个想法 还有我们现在 对大木型训练的 一个整体一个情况 构建这样一个平台 包括下面这些 从我们的高技能服务器 AI大存储的 RDMA整个接入 然后整个通过 这样一个算力调度系统 其实我们自检了 也很多 也使用了很多种调度系统 比如说包括 看来提到的 Rawkey 适配的这些东西 刚scheduler 尤其数据缓存 我们也做到了这样一个 数据缓存 开始这样系统 提升在一个 比如说 其实就相当于 说白了 就是一个 节点缓存这样一个技术 把这种常用的 或者这个数据 缓存到当地节点中 然后使用过程中 通过这种数据缓存 通过数据缓存 轻合性调度 这样一个 就快速能把你的数据 已经拉起来进行训练 同时针对上一边 我们也做了很多这种 大模型医学类 那种框架适配 然后包括这种 尤其像这种 断电信训功能 断电这种 自动故障定位 这种功能 尤其是针对这种 自动故障定位 我们也做了很多 包括这种监控系统 也做了很多这种 差价式的一些 获取比如GPU 网卡 还有节点 数据使用 这些出现的 等等异常 然后收集起来 通过KPiS 将统一调度 还有调度策略 通过这样一个系统 就给你做到一个快速定位 同时如果出现这种 不是咱们算法人员这种 比如说crash掉 或者什么问题 包括下面 针对这种芯片级别的 网卡级别 或者节点级别这种问题 我们做到一阵快速融错 把你的训练进行 快速的resume起来 同时针对整个训练 全周期包括数据使用 刚才也提到了 在数据使用中 我们有数据缓存的策略 在调度的功能中 我们可以包括这种 数据亲和性 网络亲和性 topology 还有Gunscheduler 以及包括这种 训练起来中 也包括这种 故障定位容错保持 比如说训练保持这样一些技术 保持你的训练全程运周期 看在复杂网络 看在我们同时也讲到了 包括这种Locky使用 这段我就不多讲了 这段其实就是更多的 包括这种针对大模型训练 或者包括风波式训练 做一些优化 主要针对其实就是 一个是使用层面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 最开始Cubeflow 共产出了 也就是因为比如 在CubeNet 在CubeNet 那些训练 怎么去部署 能快速的优化一下 我们基于这些 做了很多的相当优化 比如说 因为在大家 尤其在分布式 配置都看得也讲到了 包括下面的网络配置 端口配置 框架的一些适配 网络的适配 尤其现在很多 现在下面那些国产化 国产化的卡 还有比如说 NV价的卡 怎么去混合使用 怎么去网络 怎么去混合调度 这些配置 咱们算法人员 肯定是不会去关注的 这些东西都会集成到 我们这个KBIS 集成我们调度系统 以及下面这些 Device Client 中去做这个事情 还有咱们那个CRD 就去做这个事情了 整体上就是提供这样一个 快速提交这样一个东西 包括这种 我们也同时针对 针对性的设计这种 不同意的清合性 那种调度测量 比如说 数据清合性 看到也提到网络清合性 还有些比如说 IB Rokke这样一些 然后底层优化 其实一开始我们 是用Cubeflow的一些operator 像什么TF Operator Pytos Operator MP Operator 但是实际在使用中 尤其像分布式 或者说比如说 一旦上规模之后 很多有很多的性能问题 这会儿我们做相当优化 比如说MPI 怎么去P量提交 像Pytos这种分布式 怎么支持大模型 像最新的像Megatron RM 怎么去支撑起来 这些都需要下面一些 比如说 具体网络的适配 显卡的适配 计算卡的适配 还有一些网络的适配 这个也是我们前几个版本 新加在了一种弹性伸缩 这样一个调度策略 其实这个 其实在开源社区 当面也就看到很多了 这个我们的初衷 也是想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资源使用问题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 之前 之前大家没有大批量购买 采用卡的时候 其实GPU卡比较贵 还是比较担心这种 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这样一个弹性训练 可以解决这种 动态资源的一个扩缩容 这样的比如说 咱们选择这样一个 动态资源使用的话 可以动态进行一个扩缩容 比如说你确实 因为现在节点中 有很多是需要训练任务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卡全释放出来 去跑这种训练任务 但是如果一旦需要 比如说有紧急任务 或者说比如说有特别重要的一些 比较urgent的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上线推理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些动态任务的 这些资源给它缩放出来 给那些比如说推理任务 或者比较重要的训练任务 去做这个事情 同时针对现在这种大模型 这个训练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弹性伸 做这种方式去解决这种 多点续训这样的功能 因为可以看到 因为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 可以避免不了 有些卡突然就失效了 有些节点就突然就荡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像以前吧 或者像可能做过大模型的人 就是只能自己手动去 一个一个去踢出去 因为我们有很多suffer人员 也就是拿share脚本 拿一个这种类似的表 去一个一个去踢出去 但是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把这种比如说脏节点 或者说是一些故障的节点 自动的踢出去 然后这样的话 再把一些新的节点 或者热背的节点 给它加进来 或者说直接就把这些 没有用的节点 直接踢出去 然后整个一组一组地踢出去 这样的话 保证你这个训练是 不用通过人为去check 不用通过人为去监控 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的话你快速地把你 减短你这样一个节点容错 以及包括你故障容错 还有就是你一个 断点续训 这样把这个时间给你解决掉 这个其实就是最后 整个容错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说法吧 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这种 几个维度吧 一个其实从用户视角 它肯定不会关注底下怎么去做的 它更多的就是包括我们的任务 是什么样一个任务 是一个容错任务 还是一个普通的任务 然后它会接到相应的一个信息 就包括这种高级器 或者咱们的任务 具体在作用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 就反馈到用户层面 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底层呢我们做了很多这种 包括监控 监控级别 包括任务级别的监控 硬件级别的监控 这硬件级别就包括比如说 GPU的网卡 还有网络计算节点存储 这些东西整个的是一套 多维度的这样一个信息收集吧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 这些信息都会反映到用户层面上 都会看到 但是真正做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这样下面的一个 整个一个容错这样一个 这样凑了去真 就真的去判免 因为它不可能因为你一个 因为那钢磁MI 这个命令不好使了 或者是这个节点出现了 比如说网络波动啊 就会这样拟造一个容错 通过这种多维度方式 进行一个判断之后 进行一个容错处理 是比如说去重启你的worker 还是重启整个节点 还是做到 也看到之前 咱们说的那种弹心扩索容 这样一个动作 整体上其实我也见到了整个 就是包括也做到了这种 从数据到训练到训练保持 到整个容错 以最后包括 最后就没有讲这个部署上线了 因为那会儿 我们还在持续地去做优化 预测的大模型 现在我们看的也不是特别的轻 但是包括训练啊 包括这种训练保持啊 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放到这个平台上去的 行 我这块方面的介绍就结束了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在那个就是之前前一页 有讲到那个集群伸出的时候 不是会有副本数量的变化吗 那我理解这个副本数量 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那个可用的GPU数量 然后是有变化是吗 您说的是这个训练任务的副本吗 哦 对 这个是就是说 您应该说的弹性任务那一页 是吧 对 它就是说是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那种框架 它其实就是天然支持这种 你可以设置一个最小副本数 最大副本数 这其实是它的work的数量 那反映到分布式的训练框架里面 是可以反映出 是它这个可用GPU数量的变化吗 还是说没有影响的 这里其实说是 你的GPU数量够用了 或者说是不够用了 或者肌群你有些异常了 它会触发你这个work数量的减少 是这样的 哦 对 对 哦 OK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看两位那个演讲者 演讲者在PPT里面都有提到过 就是高速的那个并行存储系统 对吧 然后那就是在这个分布式训练 这个场景里面的话 这个分布式高性能的这个存储系统 他们的那个就是负载大概都会是什么呢 或者他们的压力会有多大呢 嗯 这个其实说是 嗯 你如果说是用这种 我们有这种节点缓存的功能 如果说是 就看主要是看训练任务需不需要 所以有的时候 它的训练任务 要对这种要求特别高 你存储的满目都不了了 那你可以去使用这种节点缓存的功能 就是在在你的任务启动之前 你先把你的数据下载到我的 机能节点上去去跑 但是这个负载的话 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数据应该是 OK 好了 然后那么在比如刚才提到 会有一些checkpoint 对吧 对 那比如说checkpoint的对应的一些参数 会存储到那个盘里面吗 还是说仅仅会缓存到某些内存支持的 一些那个系统里面去 目前都是会缓存到这个共享存储里面去的 因为他可能说是 你本来是在这个节点上运行 下次他可能就去另外一个节点运行了 必须是有共享存储的支持才可以 哦 谢谢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 就第一个是关于就是那个 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在去分配 比如说一批GPU的时候 可能希望多个节点它在同一个交换机下 这样可能达到更好的延迟 那这一块 调度器在做这个资源分配的时候 它是怎么感知到这个拓谱的 这一块能介绍一下吗 目前我们其实说是 其实你如果之前我们尝试过去这种自动的感知 就是说是你是在哪一个spat哪一个leaf 其实目前还是做不到的 我们会在这种资源管理层面去做 告诉你这个节点是哪一个交换机 然后会基于这个参数去计算 你这个交换机下面的整体资源利用率 然后资源利用率太大 大或者小我们去选择去使用它 OK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应该是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比如说我们分配多个节点的时候 那有的节点它比如说单击8卡 它单击上它的卡间的通信完全没有问题 就比如说通过NVLink 但是它和其他的这个节点 比如说通过IAB去通信的时候 就有不通的情况 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互通吗 对 我们其实也遇到过 这个就是说通常我们遇到的场景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节点上可能是有4个RB卡扣的 但是我可能说是因为你的线不够 我查了两个 这时候就会造成一种拓扑不平衡 这个才是我们去反馈给NV了 最终他们是通过去在NCCL这种解决的 然后去升级一个比较高的 比较高版本的NCCL就可以解决了 OK 好 谢谢 你好 那个我问一个实际中我们的问题 就是也是基于K8S加IOCE 就是用的翻案也是那个MacVLAN加上MatiCRI 但是实际中我遇到的情况就是容器网络 有的交换机之间是不通的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您说的这个交换机不通的是具体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是在容器内 然后把这个ROCE的网卡给挂进去的嘛 挂进去以后其实这个Canico的网络是通的 但是就是这个业务网络不通 但是厂家给我的回馈是这个IOCE交换机的一个限制 您这边是有几个ROCE网卡 每台机器八张卡两张ROCE的网卡 这可能就是说你那个没有做到这种点对点的通信 你需要这种做到这种任意的ROCE网卡之间都能通信才可以 你去做这种去测测打流能通才可以 您说的这个不通是说PIN不通还是说是怎么不通 就是容器网络中两个节点 这个ROCE的网卡 因为网卡号它是随机的 我发现这个 是的 这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网卡号随机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这浪潮用什么样的策略的 我们是把这个网卡号随机的情况下挂到环境变量 每次通过环境变量的方式把它挂到那个容器里头 解决它不通的问题 对差不多类似的方案 就是我们会 它都会 就是你用Mac VLAN或者说SROV 它其实都会随机的去分配 这时候你需要你的资源 需要知道你分配了哪一个VF 然后我会把这个VF配置给NCCL 然后另外比较奇怪的就是看那个slide中前面介绍了 你用了ROCE网卡这个VF和PF的功能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功能去解决这个GPU碎片化的问题 您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SROV这个方案吗 对对对 刚才其实我们其实说这个Mac VLAN 其实我们用过尝试过 因为它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它其实我们是走不通的 因为你虽然说是刚才说的方案 就是它最终是能够互通 能够你去做IDM打流 其实也是可以通的 最终你说你不断的去创建一个新的容器 你看我们用Mac VLAN的时候 它就会分配一个子接口 子接口一直增多 你那个ROCE的GRD index会不停的递增 那这时候我们去通信的时候 就是对方他不知道是谁 所以就可能会通信失败 但是在大模型的场景下 是不用这个 对这是可以的 好谢谢 您好 那个你们介绍那个用ROQBIT 2的时候 它其实用PFN或者ECN的时候 多打1或者在训练或者其他的时候 多打1的时候有这样的case 把网卡打出POSE灯 让那个计算给POSE住吗 这个没有遇到过 就是说你是打满是吧 对就是说你相当于没有打满过 打满其实很容易 就是我们直接用RB的命令去测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真实跑的时候 就是类似于没有打出过 真实的时候我们知道 其实它的训练任务都是这种 就是波峰一下上来一下又下去了 大部分就是说是一次冲到点 其实这种场景还是不太好复现的 OK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大部分的计算任务都是GPU在跑 那我用CPU来扛这些带宽压力 是不是也可以 你说的是 就不用ROQBIT 2的 直接用TCP来跑或者UDP来跑 那肯定是可以的 没问题 对因为你想大部分的时候是GPU在工作 那CPU只是在闯一下带宽 这个时候机器的CPU可能是够的 对 是如果你用CPU去跑任务呢 可能RDMA的必要性不是太大 我的意思是对比方案的话就是说 你为什么 假设说跑门训练任务的时候 大部分的训练任务是跑在GPU上的 对 大部分的训练任务都是跑在GPU上的 对 这个时候CPU是比较空闲的 那我不用这么复杂的部署方案 是不是更容易一点让业务跑起来 其实我们之前测的时候 就是客户里测 就是说我们他可能就是 当然我们也是偶然中发现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他去跑任务 他没有去使用RB 他可能说是直接使用ROQB网卡 他应该加速了三倍左右吧 但是如果使用RDMA的话 他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Double一下 能夹速到六倍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 是因为带快长得更快了 对 我感觉应该是应用层 这个方面的许可解答问题 就是说你去做通信的时候 你有没有使用更多的CPU去做通信 可能默认在他 我们都不用去配更多的CPU 只是默认方式去跑了 所以他可能这个带宽体验不出来 咱们先跟下来交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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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